来北京站接我男朋友 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 见面数得过来的也就五六次了 其他时间然后就只能通过微信啊 然后打电话视频 我觉得每天打电话跟视频应该是必不可少的 就是做护士的 今天就是故意调班过来接他 知道他今天要回来了 女孩都比较臭美 又买衣服买首饰 就跟有乔莫这个一样 都想买一身新的衣服 就是他没有看到过的 然后就给自己打扮啊化妆啊 第一次找他去 买的火车票还没有坐 占了七个小时 第二天白天吃个饭 然后下午看看电影啊 后天就就回去了 一般假期像端午十一 以前都是回家熬过了这一滴 就是一生 一滴挺不容易的嘛 对吧 见面也少 有小脾气就保重保重吧 会不会其他的女孩要多一些 要吧 而且还要更就是独立一些 坚强一些吧 希望 我们两个人好好的